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一起跟瘋哥來學命理八字 今天我們要教的是延續上次的題目 上次的一個主題就是 十神 十神 那十神我們教過了 筆尖結財 正印偏印 正財偏財 十神三官 最後正官七善 這十個 那 這十個代表了什麼 它一個什麼 正正 負負的意思 還有什麼 陽陽 正負 負陽的意思 陰陽 陽陰的意思 這個上次我們講過了 老師不再做重複的介紹了 好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上次我們有教過十神的聲課 對不對 財神官官生印 OK 那今天 財神官官生印 印生筆結 這個都不管它了 我們今天要教的是 這樣的聲課 它會產生哪六種的 哪六種的一個結果出來 好 首先我要把這個結果寫出來 因為今天就是我們教的主題 什麼課什麼 什麼課什麼 這個只有怎麼樣 這個只有六種可能 你在怎麼算就是六種可能 好第一個呢 我們來什麼 來 筆肩結財 克財 所以叫什麼 筆結 筆結 克財 筆結克財 克財 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財會克什麼 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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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 印 就會克時商 克時商 好時商 會克什麼 關煞 關煞 時商會克關煞 來 好 關煞 會克什麼 回來了 它的筆結 好 最後一個是什麼 也跟關煞有關係的 關煞會克什麼 會克日煮 這個我教過了 什麼 何謂日煮 日煮是什麼 年月日的什麼 天乾 那個日的天乾 不是時喔 好 所以你看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幾個 筆結 克財 筆結克財 還有呢 正財偏財要克什麼 正應偏應 那正應偏應呢 它會克什麼 時商 時商 那時商 會克關煞 關煞 克日煮 那關煞 它也有可能會克到筆結 筆結會去克財 所以是連算的相生相克 就是這樣子克下來 所以基本上的話 在我們時神的定義裡面 你 學了時神的聲跟克 時商克關 關克筆結 筆結克財 財克硬 硬克時商 你這樣會了 那 這樣的一個循環動作下來之後 其實 它不外乎是上次我們說的 你看喔 時商克關 來 時商克關煞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上次有教過 關會克什麼 筆結 關會克筆結在哪裡 關會克筆結在哪裡 在這裡 關會克筆結 對不對 筆結克財 財克印 印克時商 所以 這個是少了一個這個啦 不然基本上的話 它還是一個循環 它只是多加一個 日主 日主 那 這幾個克呢 它將來再運用在我們的八字內 它所衍生出來的意思 它就是要以這個為依規 所以這個就是基本的 最基礎的 你要知道時商克關上 印克時商 才會克印 不要說把它顛倒啦 搞混掉不曉得什麼克什麼之後 你就怎樣 你的整個思緒就會怎麼樣 就會亂掉 所以 把這幾個 總共是六個 這六個 十神的克 記起來 把它記起來 你就知道說 筆結克財 財克印 印克時商 時商克 官薩 官薩克日主 官薩也可以克筆結 把它記起來之後呢 你到時候在批命的時候 你的運用就是 喔 原來它是官薩克筆結 因為是怎麼樣 官薩怎麼樣怎麼樣 導致成怎樣 所以 這樣的一個在基礎的觀念 你懂了 你下面的批命 就會比較順了 我們先不談經驗啦 因為經驗對你們來說還不足 所以 先把最基礎的學起來 下一堂課呢 我會拿一個 實證的例子 給各位看 給各位看 好 今天我們 十神的 課 就講到這邊 謝謝您的觀賞 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訂閱我的視頻 你可以 不斷的天天 收到老師的一個新的訊息 不管是 命理啊 勘語啊 或者是防止的平面設計啊 這個都可以學到一堆 一些老師的一些精華 一些精華 不管運用在哪裡 運用自己的家 或是朋友的家 其實都OK的 好 今天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 拜拜 拜拜